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愛麗絲的頻道 今集是2024年的第一條片,首先祝大家新年進步 現在的位置是坦仔牌坊,眼前看到的裝置是幻彩耀浩江其中一個景點 在裝置後面出回去是坦仔舊城區,即是可以去到地堡街和觀野街這些地方 左邊出回來是望德聖武灣大馬路,剛剛有一個巴士站 而在兩邊馬路中間是輕軌,在這裡的輕軌站叫排隔站 在輕軌開通以來,愛麗絲印象中只拍過一次 記得當時是由坦仔碼頭做起點,一直坐到排隔站 今次就由排隔站這裡乘搭到延伸到澳門的馬隔站 未有馬隔站之前,輕軌只是往來坦仔碼頭和海洋花園而已 上來天橋,除了可以進去搭輕軌之外,也可以過對面的銀河酒店 我剛剛上來就用扶手電梯,也有升降機可以選擇 這樣就可以方便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前面的出口下去,除了可以去到銀河酒店,也有個巴士站 有部份的巴士是回到澳門那邊 現在就帶大家一起進去搭輕軌了 我知道有部份觀眾已經率先在聖誕假期,體驗最新的馬隔站 他們都有私信跟我去分享 收費方面就是視乎你搭了多少個站 現在就分了四個價錢 一般的單程票收費就是澳門幣6元、8元、10元和12元 如果你是持有輕軌通、澳門通或者特惠單程票 這樣就可以有半價了,跟搭巴士一樣 如果你是持有學生的輕軌通或者澳門通 再有半價 最後,持有長者或者殘疾人士的輕軌通或者澳門通 以及身高不超過1米的小童,車費都是全面 剛才所說的資訊在澳門輕軌的網頁都可以找得到 來了,搭巴士好像全面也非常之鑢 每個單位之鑰開頂駐也有超過渚 軌通而到奧式哲動 我12月8日正式通車,我自己都很期待可以多一種交通工具去選擇 由牌角站到馬角站只需要乘4個站 入到車廂裡,第一時間上前面的車頭位置去拍攝 行駛這一段我會盡量保留大部分畫面給大家看 我終於立場的空間,就提出了大方的現場 踵拍攝用駛汽車 vs75個條京人 这里是运动场站 这里是运动场站 馬會站 來到馬會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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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